大家好,我是不懂作战只说电影的唐思令 国庆假期也过完了,大家玩得高不高兴呀 是不是因为路上的奔波错过了国庆黄金党电影呀 没关系,唐思令今天就给大家来送福利了 关注唐思令说电影微博 微博转发或评论 我们将抽取20名幸运粉丝 每人送出两张电影票,赶紧行动吧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成龙大哥的英伦对决 成龙大哥这几年的确很高差 像绝地逃亡,功夫瑜伽,天降雄狮等等 但这些电影基本上都是很凶残的动作片 停留在打斗层面 即使拍的再好看,观众也有看力的那一天 而这次成龙大哥一改往日的打斗场面 扮演了一个安静,沉重,为女复仇的爸爸形象 英伦对决讲的是成龙饰演的餐馆老板关玉明 与女儿相依为命 一次恐怖袭击中,女儿不幸遇难 关玉明只想给自己无辜的女儿讨回公道 找到真凶 但当时有关部门的不作为 使关玉明特别恼怒 从此踏上了为女儿讨回公道的不归之路 在此期间,关玉明拒绝了刘涛的劝阻 独自一人寻找恐怖组织,并展开复仇之路 影片中另一关键人物就是汉尼斯拉 有老牌007布鲁斯南事业 作为英国一政府官员,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他有情人,但情人却是间谍,想利用他 他有侄子,但侄子却跟他老婆通奸 他有战友,但战友却与他立场不同,背叛他 他也效忠政府,但效忠的政府却始终在利用他 影片的高潮就是关玉明与汉尼斯之间的纠葛 两人斗智斗勇 关玉明认定汉尼斯了解恐怖袭击事件的类目 为了替自己女儿复仇,逼迫汉尼斯供出恐怖分子 一场精彩对决,徐徐善言 据悉,这也是成龙与布鲁斯南两位国际巨星首度同台 东方功夫之王与西方特工之王的巅峰对决 必将引起你对该片的无限期待 想不想看呀 那么马上关注唐斯林说电影微博 微博转发或评论 就极有可能领到我们送出的电影票哦 数量多多,赶紧行动吧